大家好,今天要介紹一下我們1月中最多人玩的遊戲 首先要介紹的是七大奇蹟新版 它更新美術風格後比原版更清晰而看 遊戲會進行三個時代 回合中,玩家同時選擇保留自己一張手牌 當大家選擇好之後,就可以決定要不要去買這張牌 或者棄牌拿3元,或者用來完成金字塔 卡上和金字塔上都寫了建築成本 只要支付到這個成本就可以去建 如果不夠材料,可以向左右兩邊的玩家購買 之後就將剩下的卡傳給下家,重複剛剛的步驟 當手上只拍一張的時候 那個時代就會結束 玩家會進行戰爭,比平均事實理 結束後就到下個時代 當三個時代都結束 結算自己的分數,最高分就成為贏家了 之後要說的是明畫神偷 將24張牌放在桌面,其中一個玩家就為神偷 其他玩家就做偵探了 偵探要在3號留言之前盡可能記住眼前的畫 當時間到的時候,偵探就眉眼 神偷就可以選擇1-3隻畫作偷走 將剩下的畫放入盒 將偷到的畫和新抽的畫放在桌上 放上8個編號 偵探就要找出哪些畫是神偷偷的畫 所有人都猜完之後就公佈答案 根據找到的畫作數量獲得不同的分數 輪到下一位玩家作為神偷 當所有人都做過神偷後 遊戲就會結束 獲得最高分的人獲勝 最後就要介紹Pinball對決台灣異仗 它是二人遊戲 遊戲並非輪流進行回合 而是由位置教下的玩家進行回合 回合中玩家可以選擇買步或移動 買步的話 玩家可以選擇在紫線物前三塊的步中 假快去買 支付上面的成本 放在自己的版圖上面 並且走回雙方的步數 如果選擇移動的話 將自己的棋移動到對手的前一格 移動多少步就可以獲得多少錢 當越過紐扣的時候就可以結算自己的收入 最先越過寶丁的玩家就可以獲得寶丁 最先完成7x7的玩家就可以獲得7分的版塊 當兩位玩家都去到最後一格的時候 遊戲就會結束 結算分數 每一個紐扣就特別1分 每一格空格就扣2分 最高分的就成為贏家 那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今個月的Top 3分別是七大奇蹟新版 狼人真言和爆炸貓 這次是我的新版本